阿巴拉罕派博人為兒子取妻 創世紀二十四章一至十七節 阿巴拉罕年紀老邁 向外在一切事上 又華都賜福給他 阿巴拉罕對管理他 傳業最老的博人說 請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 我要叫你指著又華天地的主起誓 不要為我兒子取這家南地中的女子為妻 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 為我的兒子以殺取一個妻子 博人對他說 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這地方來 我必須將你的兒子帶回你原出之地嗎 阿巴拉罕對他說 你要謹慎 不要帶我的兒子回那女去 阿巴拉罕天上的主 曾帶領我離開父家和本族的地 對我說話 向我喜誓說 我要將這地賜給你的後裔 他必差顯示者在你面前 你就可以從那女為我兒子取一個妻子 倘若女子不肯跟你來 我使你喜的勢就與你無干了 只使不可帶我的兒子回那女去 博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阿巴拉罕的大腿底下 為這是向他喜誓 那博人從他主人的鱷鱷女取了十匹鱷鱷 並帶他主人各人的財物 起來往美索不達米亞去 到了那學的城 天將晚 眾女子出來打水的時候 他便叫鱷鱷跪在城外的水井那裡 他說 又會說我主人阿巴拉罕的神 求你施恩給我主人阿巴拉罕 使我今天遇見好機會 我現今站在井旁 城內居民的女子們正出來打水 我向那一個女子說 請你拿下水平來 給我水渴 他若說請渴 我也給你的鱷鱷渴 願那女子就作你所預定給你博人以殺的妻 這樣 我便知道你施恩給我主人了 說還沒有雪原 不料 尼伯家肩頭上狂著水平出來 尼伯家是彼土利所生的 彼土利是阿巴拉罕兄弟 是拿殼妻子 麥家的兒子 那女子容貌極其俊美 還是處女 也未曾有人親近他 他下到井旁 打滿了瓶 又上來 復人跑上前去 盈著他說 勤你將瓶裡的水給我一點渴 他知說 我主請渴 就急望拿下平來 托在手上給他渴 他知給他渴了 就說 我再為你的鱷鱷打水 叫鱷鱷也渴足 他就急望把瓶裡的水倒在草裡 入那一道井旁打水 就為所有的鱷鱷打上水來 那人定睜看他 一句話也不說 要曉得要說 其他通達的道路沒有 鱷鱷喝足了 那人就拿一個金環 重半瀉克勒 兩個金竹 重十瀉克勒 咳了那女子 說 請告訴我 你是誰的女兒 你父親家裡 有我們住宿的地方沒有 女子說 我是物家與拿學之子 彼土利的女兒 又說 我們家裡足有良草 也有住宿的地方 那人就低頭向耶穫雅下拜 說 耶穫雅我主人 阿伯拉罕的神是 應當清重的 因他不斷地以慈愛誠實 待我主人 至於我 耶穫雅在路上引領我 直走到我主人的 兄弟家裡 經魂獨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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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